年到了冬天的时候啊 咱们经常会和别人来电 就是这个静电的电 比如说两个人之间的接触 或者是碰到什么物体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被电一下的感觉 最近呢 在江苏徐州城乡结合部的一位刘先生 就切身感受到了静电 而不幸的是 他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静电 小刘在当地经营一家摩托车修理店 18当天 他在给摩托车加油的时候 身上衣服突然间燃烧了起来 随后他被附近的群众发现 并及时送到医院进行救治 经诊断 刘先生为重度烧伤 小创伤的面积还是蛮大 超过50% 着火时 小刘身穿化仙的衣服产生了静电 而他的摩托车修理店面积不大 通风不好 店内挥发的汽油不容易散掉 刚好被静电引燃 因为这个化仙衣服静电 就可以产生这个火化 这个汽油挥发一个达到一点浓度 就可以引起来 目前小刘的病情已经基本稳定 医生说 每年这个季节 他都会迎来 由于静电造成烧伤的患者 对此 医生也提醒大家 小心静电和易燃气体 避免这种情况的产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